穷小子在山洞找到一盏摩登,可以满足他三个愿望,穷小子许愿变成王子,成功迎娶公主,走上人生巅峰。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奇幻电影《阿拉丁》。 在充满抑郁风情的古阿拉伯王国,有一对乐善好施的好搭档,他们是穷小子阿拉丁和爱侯阿布。 公主威富厨房,拿小贩的面包施舍给穷孩子,小贩抓住公主要找他麻烦,阿拉丁挺身而出, 拿公主的手镯抵了债,公主赤子阿拉丁的鲁莽行为,不料手镯又奇迹般的出现在阿拉丁手上。 小贩发现手镯被盗,报警追捕二人。 阿拉丁带着公主逃到塔罗小屋,在那里可以眺望全城。 阿拉丁看着公主身上的手镯和华服,以为她是偷跑出来的宫女,公主并未多做解释。 海边驶来异国王子的轮船,公主要回去皇宫相亲, 她向阿拉丁索要手镯,不料手镯却被阿布偷走。 阿拉丁找不到手镯,公主呵斥她是个大骗子,之后便扬长而去。 公主回到皇宫,接见了异国王子,猥琐又轻跳,最后被公主的老虎宠物吓跑。 国王父亲年事已高,希望帮女儿找到梁婿,治理国家。 公主却想以女儿身亲掌皇位,责负重名。 邪恶幕僚加法尔用巫术操控国王,逼迫公主和猥琐王子成婚。 公主回到寝宫,阿拉丁竟然找了过来,还给她带来手镯,此时侍女也走过进来。 公主连忙时弄眼神,让侍女假装公主,寒暄之后公主送阿拉丁离开。 阿拉丁轻轻撩拨公主的秀发,和她约定明晚再见,不料却在离开的时候被侍卫抓住。 贾法尔告诉阿拉丁,让她动心的宫女其实是公主,还蛊惑阿拉丁去盗取神灯。 第二天晚上,公主在月下等待阿拉丁的到来,却不知阿拉丁已经踏入了危险的山洞。 山洞里布满了宝藏,阿拉丁差点被钻石诱惑,阿布及时打醒了她。 飞毯被压在石头底下出不来,善良的阿拉丁搬起石头将飞毯放了出来。 接着开始,攀登高峰,最后终于拿到神灯。 此时阿布却被眼前的红宝石迷惑,当红宝石被阿布拿出时,山洞开始崩塌,容颜倾泻而出。 阿拉丁纵身一跃,飞毯接住阿拉丁,带着她飞到了山洞峭壁上。 阿拉丁递给贾法尔神灯,却被她打落悬崖。 还好阿布眼急手快,将神灯偷了回来。 飞毯接住阿拉丁,示意她,想出去就得依靠神灯的力量。 阿拉丁召唤出神灯精灵,可以帮她实现三个愿望。 阿拉丁假装愿意骗过精灵带她来到地面。 阿拉丁想起了心心念念的公主,但是自己一介平民怎么配得上公主呢? 于是她许下第一个愿望,让自己变成王子。 神灯精灵将阿拉丁变成富庶的阿巴瓦王子,还赐予她浩大的随从队伍, 一行人载歌载舞进入皇城。 阿拉丁献上大量珍宝向公主求婚,不料却频频口误,惹得公主生气离去。 神灯精灵无奈地看着阿拉丁,这是一万年以来听过的最尬的态测。 完宴行上阿拉丁大展身手,炫酷舞姿让公主小鹿乱撞。 阿拉丁还想有更多进展,于是让神灯精灵引开侍女,接着换来飞毯带着公主遨游全城。 两人飞过皎洁的明月,越过壮丽的瀑布,在云端之上彻夜谈心。 阿拉丁再次撩拨公主的秀发,公主似有察觉,阿拉丁掩饰出身份,带着公主回到皇宫。 飞毯有意撮合,阿拉丁趁机所稳,这一夜人生达到了巅峰。 甲法尔认出阿拉丁身份,向他索要神灯,阿拉丁不从,被他绑着手脚扔进海底。 阿布扔下神灯,精灵从里头冒了出来。 精灵系好契约,让阿拉丁签下第二个愿望,将他从海底救了出来。 死里逃生的阿拉丁找到公主,打算戳穿甲法尔的阴谋。 国王被甲法尔的魔杖蛊惑,要捉拿阿拉丁。 阿拉丁敲碎魔杖,终于将国王解放出来。 甲法尔被关进监狱,鹦鹉掉了钥匙,将他救了出去。 甲法尔在城中布下弥阵,将神灯偷了过去,之后自己成了神灯的新主人。 野心薄薄的甲法尔回到皇宫许下第一个愿望,让自己成为新的国王。 国王头衔一主之后,士兵纷纷倒戈,公主用歌声唤醒卫队长,拒绝听命新国王。 于是甲法尔只好许下第二愿望,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巫师。 阿拉丁过来偷取神灯,被甲法尔发掘,阿拉丁的真实身份被拆穿,还被送到极寒之地。 甲法尔拿国王性命做威胁,逼迫公主嫁给自己。 公主不得不同意了甲法尔的要求。 大婚之日,甲法尔逼迫公主立下婚事,公主却趁机偷走神灯,从皇宫跳了下去。 阿拉丁正好乘坐飞弹赶来,甲法尔派出巨型鹦鹉抓捕两人,一阵逃寸之后,两人还是被抓了回去。 甲法尔开始彰显他的权利,他要建立史无前例的大帝国。 阿拉丁提醒他,由于摩登精灵的存在,他永远只能是老二。 甲法尔痊愈熏心,向神灯许下第三个愿望,让他成为比精灵更强大的精灵,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触发了禁忌。 没有主人的精灵只能在神灯中活动,摩登精灵封印住甲法尔,将他扔进了藏宝洞。 阿拉丁向公主致歉,并不是诚心骗他,接着向神灯取下了第三个愿望,给予神灯自由。 话音刚落,精灵变化为人身,从神灯里解脱出来,宠获新生的神灯向侍女发起求婚,希望能带着他环游世界。 落寞的阿拉丁打算带着阿布回到自己的小窝,公主叫住了他,没有我的允许,你不许离开。 说完就没胸没色的亲了上去,狗粮撒了惺惺一脸,唉,真无聊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这里是科幻战舰,我是爱你们的星星,更多精彩狗粮精在一键三连,我们下期再见。